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好 是 我发现就是 有心很很忙碌 对于各种反应 无论身体的或者是内心想象起来的情节 都会做出一种反应 是 然后觉得心这样子的很忙碌 这样是对的吗 我不确定我没有听懂你所问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因为那个心它经常在反应 然后这个反应它的频率太高了 所以你在关它的时候觉得这样子很忙碌 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的 好的 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简单的方式就是说 你不要去留意每一个生命 你只需要保持清醒 然后知道在忙碌 这样就好了 就是把那个在忙碌 当作是一个状态 而不是把它当作那个很细微的 那个在每一瞬间它此起彼落的 然后你都要捕捉它的东西 你光是能够知道那个状态 知道说现在是在忙碌中 然后是清醒的 然后那个感觉好像就是你只是一个镜子 你不用跑出去去捕捉任何的东西 这样子你就不会疲劳 你就不会觉得忙乱 然后你对于那些此起彼落啊 那个生命的频率非常高的东西 你就是把它 你就是好整以下 把它化整为一个你眼前能够消化 能够认知的一个状态 就事忙乱的状态 这样就好了 这样听得懂吗 听懂了 那老师您刚才念的那个结史是什么意思 OK 那个结史 结就是那个打结的结 史就是使者的史 那个大史 那个 那个 Diplomat 那个大史 使人家 会做什么事情 人字旁的史 它是巴黎文的那个Bandana 那个字的翻译 它指的就是说 有一些力量它捆绑着内心 有一些力量它趋翼着心 趋翼 趋就是那个马字旁的趋 翼就是那老翼的翼 然后赤字旁的那个翼 那个伏兵翼的那个翼 然后这个Bandana 那传统上它有给它不同的名单 但是最常见到的名单 是有十个 有十个结史 那当然大圣它们也在分了 然后有历史有顿史 这方面的差异 可是你如果看比较早期 比较淳朴一点的名单的话 他讲到的这个实时 他断除多少 可以来判定一个人 他的修行的成就 然后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一般大圣佛教 一般晚期的佛教 他判定一个人有没有开悟 他是以说这个人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神秘的经验 来判定凯悟 好像禅宗 你常会看到有些故事 想说忽然之间一个人 他脑袋被那个木棒打到 扫地的时候摔了一把胶 甚至有一些更加夸张的故事 有那个小沙弥 他伸手指头的时候 那手指头被他老师故意用剪刀把它剪断掉 或者老师在他面前故意把那个佛像劈砍 摧毁掉 在那一瞬间 那个人他开悟了 那原始佛教他讲的解脱不是这样子的 佛经明他从来不以一个人他经历过什么神秘的 什么轰动的 什么特殊操长的经验来判定他的修行的高低 而是纯粹以他断了多少结实 他心得到多少自由 他人变得多好 类似像这样的具体的行为模式上面的转变 作为标准 所以他那个结实就是 那个推动 趋异 内心去轮回的那些力量 叫结实 好的 谢谢老师 老师好 是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有时候那种传大的感觉是 因为传大的感觉是不动荡 比较安全一些的吗 然后有两种 一个是 有的时候是感觉是在那个暗上 然后没有被卷入那个洪水的那种状态 就是它是比较安定的 对 还有一种是 好像是在那个水流里头 但是有点随波逐流 就是它是比较深一些 但是 就是它是比较深一些 也是跟着动的 然后我就不知道 这两种状态哪一种是 就是是有什么区别吗 还是说哪一种不对呢 如果能够在这三种状态里面都能够 都能够 不被那个 捂盖 遮蔽 的话 三种都有它很好的 给我们的帮助 当然 针对 针对你的状态 因为你的心思是比较灵巧的人 所以是适合这样 就是去探索 这些不同状态 然后在这个不同的状态里面去观察说 这每一种状态 它好比说 怎么样衔接那个十六圣行 或者是 这几种状态 它期觉知 怎么样能够补足 怎么样能够增强 然后你有可能的结论是 有某一种状态对你来讲是最适合修行的 然后你的结论也有可能是 三种各有各的好处 所以我三种我都去 我都去经历它 然后它会随着我的身心的状况不一样 那个我们的那个打坐的那种好的境界 呈现的方法也不一样 好的 谢谢老师 然后 第二个问题是 因为我现在肯定是 就是按照老师的这种教法 就自从学了这个就很少看其他的那个 就是 萌派啊或者是其他老师的一些书之类的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 别人说起来的时候可能我 我在说我在学习队的时候 很 就是它会说啊那你只是相应 并不是说呃那个东西是好的 就是 它认为就是不同的人相应的什么东西 就不同 我认为确实是我对这个 呃原始佛法很相应 但是并不认为它没有什么优劣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哈哈哈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这种东西它是没有没有定论的 就是 你如果 我们姑且用政治的光谱来说明这个立场 好了 美国的那个政治的光谱 你如果说你是一个保守派的人 保守派的人他们关心的是 事物它的框架它的秩序 所以他会在乎说 哎你移民进来的人数一次不能太多 而且你要种植不重量 你多了的话你有可能那些 外边进来的人他不认同 美国的一些优胜的文化 他会冲淡了 他会混乱了美国那些好的传承 然后呃属于民主党派 属于比较开明派的 他们的倾向是他们发现到说 呃当你不要把那个框架 不要把那个界限定的那么样的死的时候 你允许那个边界包括国家的边界 包括我们使用的概念的这个边界 让他是比较宽松的 让他比较不是绝对的 那么这是有助于资讯的交流 这是有助于创意的开发 然后一个理想的一个政治的局面呢 就是保守派跟呃开明派 他们都互相的制衡对方 他们能够纠正对方过有不及的地方 然后也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在政治上面我没有什么派别的 我是所谓那种centrist 就是我看到这两种不同的倾向 都有他好的有用的地方 然后同样的 针对你刚刚所提的这个问题 一方面 我的心里面是有一个耻 就是什么是优胜的 什么是卑劣的 什么是有助于 最终的完整的解脱的 什么是对这个是没有帮助的 一方面有这个耻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我又可以了解到说 这些耻的使用 它都是一种心形 然后这个耻 它之所以有意义的原因 是因为它在于喜苦 它喜苦的能力 是以这个东西来判定 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客观 那种教条决断上面的真理的 那种人类的那种真理 它都是跟自己的意图 跟自己的意义感 是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我想讲这样子 你应该听得懂了吧 就是所以 就好像我们心里面 然后两个不同的政党 它也是要互相的制衡 一方面 我看到那个概念 然后架构 框架 它的有用性 然后一方面 你又是很清楚知道 这个东西都是有违法的 所以你心 你不会被它卡死 所以 我有的时候 跟某一些人讲的是 对 看什么对你有用 那个是好 可是有的时候呢 我会倾向于讲 不 有一个在客观意义上面 是比较对的东西 然后要强调这一点 要看情形 看人 嗯 好的 谢谢老师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发现自己对一些 因为现在 耐心的培养已经比较深了 但是有一种情况下 我发现我那个 就是有一点点的不耐烦的情绪 就是被吊起来 就是 就是在 就必须要跟人合作的时候 然后 是 合作的人 他很明显的 呃 并不是在认真的 就是 在认真的做事的时候 对 我我用我的心去反复说 反复说 但是也 也好像 没有什么太多的评效 这时候 那个 不耐心的那个情绪就会 突然就起来 然后想问问老师 就是针对这种 呃 比较特别的情况下 有没有什么对这个 好的对这个方法吗 对啊 那个 呃 原始佛法他对于 人性啊 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认知 就是他他不认为是 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度的 好 他不是说 哦 你只要有足够的爱心 有足够的菩提心 有足够的慈悲心 每一个人通通都可以度化 原始佛法他不这样认为 他认为说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 所以很多的人 我们对他们是 无可奈何 然后对于这些人 你该怎么办 要看情形 有的有的时候就是 你必须要 呃 用你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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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期盼说 哦 我一直一直保持耐心 人家就会慢慢被我们改变 我们寿命都没有那么长的 哈哈 你要 你真的你说 哦 什么样的完食 什么样完明不化的人 我都要耐心的去感化他 我们等不到那个时候 我们能够做 我们在这世间能够做的是说 好 那些有缘分跟我们接触的 我说不定可以为他种一点种子 然后那个种子的那个发芽 他不必要是我活着的时候发芽的 他可以甚至是好多好多辈子以后 他再发芽 他再得意 这都没有关系的 我不一定要每一个跟我接触的人 他都这一辈子都 呃 幸福我所讲的话 呃 然后都能够当下去能验证 说我们跟他讲的这样子的方式是 是对的 那所以你遇到这样的人的话 要么有的情形 当然你就是要用你的权势 来逼他就范 是不是 就是说不要不要做一个烂好的人 那慈悲的意思从来就不是 说要你一直随顺众生 这样的意思 那往往你如果你的最高的指导 是随顺众生的的话 你会自顾无瑕的 你会没有多余的力气跟资源 把你自己照顾好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对一些人要知道 呃 怎么样对他们严厉 怎么样对他们严格 怎么样诉诸法律 怎么样诉诸保护自己的权益 怎么样诉诸团体的力量来制衡他 那怎么样的跟这样的人保持距离 就是你若有选择的状况是这样 我不要跟这样子的人共事 你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也给他一个选择 你跟他讲你如果你做不到 在什么时间内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我会选择在这个上面我不跟你合作 嗯明白谢谢老师 呃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呃以前存留的一个疑问吧 就是因为那个佛法里头讲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嘛 但是呃就是说很多时候他没有色界的那个基础的情况下 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他能从欲界然后容易滑到无色界呢 然后误以为这个无色界就是开悟啊这种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体验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跳过色界然后进入无色界 还是说我们其实是泰国色界但是不知道那是 对 ok这个说来话长啊 我尽量把这个东西简单的讲 呃最理想的无色界 所谓理想的无色界就是说能够帮助我们修行 能够帮助我们通达解脱道的那种无色界 它最好是能够由色界做基础 然后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我在这一点上我是不同意传统上座部的讲法 上座部的讲法是说四禅八定 它是九次地定 八次地定 次地的意思是它不能辣等 你一定要有色界的禅你才能够有无色界的定 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也认为说经典里面有很多的证据显示 很那个有很那个无色界还是不需要有色界禅的基础 你看佛陀的两个老师你就知道了 你看佛陀他当时那个经验就知道 甚至你看佛经以外 跟佛陀同时期的那些老师们所教的那个内容 他往往有无色界的内容 可是他完全没有色界的内容 所以我认为一定要把那个色界安排在无色界的前面 这个是后来佛教的整理者 他把这个教义这样子整理 然后实际上我所知道的 很多无色界的那个状况 他可以好比说透过服用某一种毒品 服用某一种药物 他会有那种超长的体验 或者是他的某一种人格性 某一种哲学宗教的信念 好比说有的人他就是觉得 哎呀人类就是讨厌的 这个概念就是不好的 有一些这个后代的这个佛教徒啊 他是有一种有一点这种反制倾向的 他认为就概念都不好 语言都不好 他倾向于一味的沉默 一味的无念 一味的无相 一味的无分别 然后这样子这种意境的那个导向 让他很容易就是跑到无色界 我有见到过有很多人 他们是在社交的那个圈子里面不得意的 他可能是社交圈子里面有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让他对于这个跟其他的人的这个交往 有比较多的心灰意蓝吧 那就很容易在禅修的时候 他是好像有点蜡等的 一下子跳到了那个没有强烈的那种受孕 没有强烈的响孕的那种状态 还有那个我刚刚讲的那种服用迷幻药啊 服用药品啊 美国有很多的人 他们是怎么接触佛教的 就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服用迷幻药 然后在服用迷幻药的那个过程里面 他未然体会到 他未然经验到了一种 他过去从来没有经验到的 像是界限感完全消失掉 像是那个我们内心所使用的概念 所使用的框架 他都被瓦解 然后你可以 然后在这个境界里面有不同种程度的 那种飘忽的感觉 无形的感觉等等的 然后有了这样的经验就觉得 哇这个太棒了 他没有办法想象说 原来我们内心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区块 这是他过去不知道存在的 然后他就开始对禅修好奇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不透过色界直接到无色经验的 那应该不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 然后佛陀他对于无色界的那个态度 也是有一点 你也可以讲说是魔人两可 你也可以讲说是 它是有一种好像双面的这种态度 一方面那个态度是说 这个它可以变成是工具 无色界它的经验还可以变成工具 那前提就是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消化到思念柱里面去 你要怎么样在政治正念正情 这种八正道的正确引导之下 让它变成是一个有用的东西 然后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佛陀对于无色界也是有蛮多的保留的 那个印度外道他们有很多有无色界的那个经验的 他往往都是会有更加根深蒂固的一些邪见 像那个认为说 就是开始掉入到一种形而上的一种结论 好像我已经体会到了 一切的物质都是空的 最终就是为事所呈现 或者是最终那个人与人之间界限都是虚假的 万法皆如 类似像这种跟实际上跟佛陀的解脱到无关的 这样这种见解 这种见解它的来源并不是来自于思维 很多不是来自于死 很多是来自于具体的无色定的那个经验 然后因为它的这种观念 是建立在具体的禅修上面的经验 所以让这些人特别的固执 你如果你就跟他们讲说 你这样子还不究竟 他们就会反过头来跟你辩论 就会跟你讲说 你那是没有真修实证的 我这个是真修实证 就很容易会变成好像掉入到这样的框框里面 是的 是的 就是我原来这个好奇就是觉得 为什么无色界会在色界的后面 因为它的好像如果没有那个基础的无色界 基本上都是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对 但是话虽如此 我个人 但我有一些观念都是跟传统不太一样的 就是 你若有正确的引导的话 你不一定要有色界 你可以好好的利用无色定的经验 而且这个不是 我自认这个不是只是我个人的主观偏见而已 我认为经典里面是这样子讲的 尤其是你看那个经典 它的成立时间越早 它越没有这种 有刺激必定的这种这样的观念 它越是容易把那个无色定当作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独立自主 它可以独立运作的 甚至我现在越讲越远了 但是我想你这方面的背景很好很多 所以我大概可以跟你讲一点点 我想你可能也会听得懂 就是包括佛教里面流传的三解脱门 那种空无相无愿 有的讲法是空无相无所有 它有不同的讲法 它这个三解脱门 我的理解是 它原本是跟无色定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的 然后这个是说来话长 就是 我明白老师的意思 就是有正确的引导的无色界 其实是很有用处的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嗯 行了明白老师 OK 好 老师您好 今天老师讲那个觉察到寿的时候呢 嗯 有一种很empowered的感觉 是 就马上就已经从那个故事情节是脱离的 是 那感觉有能力可以抽离 或者用其他的折法来灭苦 但是呢 如果你心里面一而再 如果说再而三 就是重复出现一个念头 或者是一个就是有苦受的东西 那除了这样子的调伏苦 就老师今天的方法这样调伏苦 如何就是说或许更深入的 看进去 就是能把那个苦的那个根源 然后不要再一直的重现吗 嗯 嗯 与其讲说 有没有其他更深的方法 然后当然是有其他的方法 过去讲那么多的技巧 它很多很多的方式 它都是 它都是一个完整的念著的 然后与其我们 要好像舍弃这样的一个技巧 然后你要去探索另外一个深的 你不如 你是说好 这样的这个技巧跟我是相应 然后我试着多去开发它 我深入这个技巧 然后深入了这个技巧之后 我们会对于什么叫做反应 会有越来越深刻的认知 然后我们最后我们会看到说 实际上那个反应它包括了爱 爱就是一种反应 然后它包括了我值 我值就是一种反应 也就是说这个技巧 如果你做得好的的话 它是完整的 它是包含了那个十六圣形的所有的技巧都在里面 就是看你能够把它理解 能够把它贯彻到什么样的深度 然后 对不起我刚才 我可能那个用词不是很对 我不是指那个更深的方法 我是说比如说 比如说在禅修的时候 有念头来 然后我们不追它 或者是有苦受的时候 就老师讲了在那个苦 那个受的那个界面上面 觉知它 然后调伏它 但是比如说如果说 你在打住的时候 你发现或者平常你打住 同样一个困扰你的念头 今天比如说出现了第三次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需要看进去 我说那个深不是更深的方法 就是我们需要 我们有要就是做不一样的处理吗 就是让它的这个frequency 或者从这个 对 OK 你也可以就是 光是用这一个方法 它就几乎是可以 应对所有的状况了 也就是说 虽然它有一个经常困扰你的念头的出现 你没有刻意的针对性的 要去调伏这个念头 你只是纯粹看说 这个念头它所造成的受 然后你对这个受的反应 你光是做到这一点 你就可以调伏那个念头 或者是你若要的的话 你也可以除了今天做这个技巧之外 另外再做一个针对性的念头 好比说 这为什么佛经理有讲说 如果那些淫欲念头特别多的人 他可以修不静观 然后这个称慧念头特别多的人 他有慈悲观等等的 散乱念头特别多的人 他可以修安那念 安那般那念 所以你可以看 怎么样对你来讲是好的 有的人他喜欢单刀直入 他喜欢就是一个技巧 一直一直在那边揣摩 很简单 然后有的人 他是可以在不同的技巧之间游走 然后他也不会觉得慌乱 他不会觉得太复杂 所以你要看一看怎么样是适合你的状态 那老师的意思 您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如果我一直用今天这样的方法 就是gradually 它这个frequency 它不是只是一个治标的方法 它是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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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本 让这个 智本 它能够让它消失 它不是只是调伏它调伏它 你调伏它的过程 之后它是会智本的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对 然后他之所以会智本的原因 也是因为 你已经心里面有很清楚的 那个知见了 然后还有过去的那些不同的 那些禅修的那个技巧 对 他那些技巧看起来不一样 可是实际上他都在 在辅助着当前这个技巧 所以这个技巧它有一些细微的地方 它有一些你以前没有想到 要可以这样子应用的地方 那过去其他技巧曾经提醒过你了 所以一个程度上来讲 之所以这个单一的技巧 它可以是智本的原因 也是因为一个人他的基础够好了 如果你基础不够好的的话 你光是修这个技巧你有可能 你也只是停留在世间的一种 平舍心的锻炼而已 变得比较如如不动一点的 他没有办法 就是说 那个深入到那个根本的问题上面 包括就是那个心 它在 那个最潜在的那个部分 它对于反应这种东西 它是期盼的 它是可爱的 嗯 好 谢谢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我上周就是继续练习那个 修行那个珠行止息 是 然后呢 我会觉得它 会让我有一种 就是不认同不在乎 然后比较事不关己的 这种 充容跟轻松 是 然后就会朝往动作减少的方向 一种 动作减少的方向感 对 然后感觉到自己 虽然是 觉得自己是很有 磁心的 可是 嗯 这动作方面的动机 就会减弱 对 感觉想去多做什么 但是 呃 这样子它会跟磁心 会有抵触吗 我会有时候就是 反过来在想 哎好像我做的 呃 在某一些情况之下 不够多 因为老师上 上次举 有时候举过说 啊 比如说孩子发烧 就是有些是很 很很 obvious 的状况 可是 生活上面有很多 都是很 gray area 就是你可以 做多一点 做少一点 那我这种动作 趋上于少 就少做 对 嗯 这样子它它会 就说需要再更加 常磁心来平衡吗 还是没有关系 OK 呃 首先啊就是 嗯 少做不一定是坏事 我们活的 我们 现在那个社会的文化 它都一直在鼓励你 要多 要多成就 你的人生的经验 要多么的丰富 这样才不会好像说 白走了人生一遭 好 我们接受到的价值观 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你 呃 在 呃 简化你的生活的复杂度 当你放下很多 在你心里面很清楚 知道那是一种 呃 空洞的忙碌 好 然后而选择 趋向于宁静 一般的人会看不顺眼的 可是呢 你自己 你要看一看 你的信心 是来自于 只是听别人这样讲 听我这样子讲 还是来自于 你自己看到苦在减少 如果你是来自于 你听别人这样子讲 所以你减少了一些动作的话 那么你就要 让你的那个观照力 是更真切一点的 我们不是只是 停留在概念上 我们要实际上看 那个苦 它是不是在减少 要不然我们学到的东西 都是不可靠的 然后再来 那个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话题 我以后应该 找哪一个月的特别的活动 应该要特别再讲这个话题一下的 我常常看到 有很多 学大圣佛教的人 他们想要融合原始佛法 所以呢 他们就好比说 把班若经的句子 拿来诠释阿含经 我经常看到一个例子就是 因为班若经里面 我们有看到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类似像这样的词句 然后这些大圣的信徒 他们就说 你看阿含经里面 尼科耶里面 也有用这个梦幻泡影 类似这样的比喻 像这个诸行如芭蕉 诸事如幻法 类似像这样的这种比喻 所以这两者讲的 都是一样的 或者起码他们有共同的地方 然后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我现在讲到这个部分 你可能会觉得 这跟我刚刚问的问题 有什么关联 你稍微多忍耐一下 我马上就听得到 他关联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修行人 他会方向感会不清楚 他会不知道说 这个动作 他是不是真的该放下 哪一个动作他是该提起来 他是该认真的做 哪一个动作是多余的忙碌 他应该要放下 因为我们一般的佛教徒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被灌输的价值观 都是一切像都是虚假的 然后我们修行的方向 基本上就是要去发现到说 一切的像它的空 我们要去发现到的是 生命它的虚假性 可是实际上 如果你看佛陀 他原始的教法 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不是要我们去发现到 生命本质是虚假 他是要我们去发现到 哪一些动作会少苦 哪一些动作会多苦 他不用真假 他用真假这个词会 在形容事情的时候 他讲的不是班若经 讲的那种真假法 佛陀他讲的那个真假 他指的是指说 这个苦他有多么的迫切 那个苦很迫切的时候 你的感觉就是 I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这个是你没有办法说 我把它看成是空性 就可以了 我们人在好赌博 好喝酒 好吸烟 那个舒适的感觉 是如此的真切 我管你哲学上面 能够理解说 它是多么的空性 你遇到那个境界的时候 你就情不自禁 你就觉得 那个东西是值得我去做的 那好 那所以怎么办 我们修行要怎么样 才能建立起一个 健全的一个价值观 你看佛陀 他教我们 平常观照 观照事情 我们观照的是什么 我们不是说在观照 一切事物都是如梦幻泡影 阿汉经他不是这样教的 尼科伊他不是这样子教 他教我们是说 好你在静坐的时候 你观察一下 这样的这个境界 它能多持久 越持久的越真 对 越不持久的越不真 是不是 然后这样的这个境界 它是有多么大的满足性 越有满足性的越真 越没有满足性的 它越假 它是用类似这样的这个角度 来判定 事物的品质的 我们也是的 我们作为人类 你稍微聪明一点 人类也是用这样来判定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 那种建立在外表上面的爱情 比起那种建立在 除了外表互相吸引之外 另外还有互相信任 另外还有价值观的贴近 另外还有一种互敬互众 希望对方好 这个后者的爱情 要比前者的爱情更真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如果说有健康的身心 你每一天你是过着充实的生活 没有在伤害别人 你知道你自己在进步 这种快乐 它比起那个 跟朋友在那边嘻嘻哈哈的 一些空洞的 娱乐 那个前者的感觉是更真切的 更踏实的 更真纯的 那个味道是历久迷香的 佛陀他的价值观 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 所以佛陀他评估 那个禅定的境界 就像他评估 世俗的经验一样 他是在看 这里面多少的过患 这个是多持久 它是多么的稳定 同样的佛陀他所讲的 无常苦非我 都是跟这种价值观有关联的 无常苦非我 他不是在形容说 一切事物都如梦幻泡影 这个实相中 它是最终 最底层 就是一切事物 都是刹那 神秘 它不是这样的意思的 它是在价值观的评估上 有什么东西 它是不稳定的 有什么东西 它是不可爱的 什么东西 它是不值得你执着的 然后这样子的这种评神 你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 观察你的动作 观察你的动作的效应 在这个里面建立起来的 然后你从这个基础上面打好的 你说诸行见识之行 你不是盲目的让诸行见识之行 你是清楚的看到哪一些行 它是烦躁的 它是沉重的 它是多余的 然后你再对它厌礼 你再对它礼欲 你再让它灭 然后最终你会发现到 你只要对任何的行 有一丝一毫的沾染 有一丝一毫的衣服 那个都是干扰 那个都是压力 所以你最后连那个都放下来了 你要用这样的这个角度 来了解诸行见识之行 佛陀它不是断灭论的 它不是跟你讲说 你事情做越少 它就绝对是越好 它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它不是说 你昨天本来讲了三句话 今天你只讲了两句话 所以你今天就是进步了 它不是用这样的角度来判定 这样听得清楚吗 对 老师讲的这个价值观 这个其实我是懂的 然后我也觉得 我是非常的契合 然后在生活上一个就是很大的改变 我自己发现的也是 比如说那种 以前很比较深的执着 对孩子之类的 它那个租行见识指席的这一部分 但是我比较不是很清楚的是那个 那个不让他止息的另外一部分 我不太想 本来不太想 用一个故事情节来讲 因为我怕这个太低调 不过我好像 要不然我就随便举个例子 很多日常生活中在发生的事 但是我是怕我自己会不会 就是说 不是 不该止息的也让他止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正知 正知就是你在评估着 你在评估着你这个行为 它的效应 是 然后我就 对不起 没关系你先讲 对 没关系 我就想说要不然我举一两个这种 虽然是琐碎 但是或许老师可以 对 没有关系 给我一个价值观的指导 就说我上一周 在一个停车场里面等着接小孩 然后我在里面就用那个时间 在那边打静坐 在车子里面等 那都没有别人 整个停车场没有别人 是 然后我就忽然间听到蹦一声 然后一张开眼 在我离我不远的地方 有辆车子倒车的时候 就撞到了他后面的车子 都在停车场 都是停着的 然后我开那个车子 往前走了一下 我想说他可能要停下来 然后再下车来看 然后结果他也不是 他就往前走 然后马上车子就跑了 然后 像就是很多 像这种类似这种 很多的情形 我 我 我就是有 有时候我就想 我应该做什么事 然后 但是我会 然后在里面 往往世间 它是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答案的 OK 你如果你做了的话 你会有做了的 效应跟代价 你不做的话 也有它的效应跟代价 然后这个是 你就算是阿罗汉 你也没有办法解决 这世间的两难的 所以 重点 并不一定是在于说 在那样的那个情景之下 那个正确的道德 有道德高度的回应方式是哪一个 你不一定要在乎 你可能你可以在乎 不管我选择 我不管我做哪一个选择 我那个过程 是不是更少召集的 举例来讲 更少慌乱的 你对于那个小孩子 那个诸情见识子协议 并不一定是说 好 我就越来越少跟他们讲话了 而是说 我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你们发现到说 你讲话的 焦虑在减少 那个着急 那个不耐烦在减少 你依附着那个讲话 你以那个讲话来 逞能的那种欲望 以那种讲话来呈现 你扮演母亲的角色 这样的那个方式 它在缓和中 所以那个诸情见识子协议的意思 它不是指示说 你要不要做一个事情 这个角度来判断 它是不是在窒息中 它还包括说 你参与的程度 你是你冲的多快 你是多么的着急 你在贴近的这个 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有多大的亢奋 你有多大的期盼等等 类似像这样子的 所以它可以是 完全不会造成 一个人一定要变得硬邦邦的 它不是这样子的 我所见到过的 我所见到过的 那些内心得到解脱 得到自由的人 他们流露出来的 就是慈悲 就是伐喜 就是那种 在世间当中 它是更建设性的活的 它的那个动作 它更容易是 有效率的在离苦 就是这样而已 它不会说 因为 内心的解脱 它就变得不通人情了 忽然之间 做妈妈的人 他对小孩子 是变得不关心的 忽然之间 因为他解脱开悟了之后 从此之后 他不做家事了 它不一定是 用那样的方式 呈现出来 虽然有可能 你会忽然之间 你觉得说 这样的生活 不是我要的 而且有可能 做一些改变 可是 它并不一定是 用那样的方式 呈现出来 所以不要担心 对 那个孩子上面 我是真的是 一个很正面的 一个改变 因为我以前 我觉得我好像 除了担负着自己的 武运之外 我还要担负着 所有其他家人的 这个武运 这个启怒 哀乐 他们所有的一切 那现在 因为我就是说 呃 这也是我 我有时候 还要在琢磨的 就是 呃 比较 无常苦 非我这样的角度 去 呃 看待这个世界 或者周围的人之后 呃 呃 这个 它会让你 比较 会让我比较 比较 就像我前面说的 这种 有一种 嗯 就是 一种 一种 轻松 一种 充容 可是那种 有时候是建筑在 有点像 比较 就是 relatively 比较 事不关心 没有把他们当作 就是很 就是亲爱的那样子 那样子 那样子 要把他扛起来 那这样子有什么不对呢 哈哈哈哈 那这样 这样是好啦 这个是好的 例子 就是说这个孩子上面 我觉得是好的例子 我觉得我比较不能掌握的是有很多像老师刚才讲的就是在道德上面 我是不是应该多做一点呢 我有一只去公园 然后有看到那个旁边很多玻璃碎掉的人家瓶子掉下来的玻璃 那我就想啊 这可能 人家会 有会受伤 那我就只是把它拨到旁边去 可是我在走一圈的时候我就会想 哎我是不是应该多做一点去把他们都剪起来 就是很多这种在道德上 我觉得我很怕 你与其啊 就是说心思放在那 因为心思放在那是很疲劳的 是不是 那个佛陀他教我们 怎么样评估 我们自己的动作上面 他是 在四念柱里面 建立起来的 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看那个十六圣行 他的头两个圣行 知道呼吸的长跟短 这个 那个佛陀他这次地方教我们要看什么 他看说 你要用什么样的呼吸 才能帮助你安静下来 才能帮助你徐然 才能让你从容 才能让你是 身心是处在安详的状态 然后你 如果你一直在生活里面留意着 我怎么讲话 我什么样的动作 是好比说比较省力的 比较安适的 它是有帮助的 它是不会制造出痛苦来的 不只是给自己制造痛苦 还有给别人制造痛苦 你从这样这个角度去观察 然后你就不需要在 那个更复杂的那个角度去判定 那个道德的问题 那更高的那个角度判定道德的问题 那是算不清楚的 你一般的人这边争论说 美国二次大战 原子弹该不该丢 不丢的话 美军可能要多死100万人 才能够攻入日本的本岛 丢了的话 死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 如果你是待在这个层次上 思维道德的话 那个是 这个是没有结论的 因为这世间它就是有 你几乎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变量 它在互动着 然后那么多那么多人 他们的主观意志的参与 然后每一个当下 任何的一个主观意志的参与 它都很有可能在根本上面改变 那个变量它的值 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怎么算 你唯一能够做好的部分 就是把你眼前 这个单纯的这个动机 以自念柱把它框架好 你只要这样子做 你就越来越清醒 你会越来越有信心 你不会因为说 你刚刚那个 扫那个地上的那个玻璃碎片 你还有留了一些 然后你就 那个仇足不定的 你就这个执足不定的 心里又有懊悔 就有懊恼 你不会这样 每一次处理的就是当下 当下的那个意志 它的品质 就是这样子而已 嗯嗯嗯 好 谢谢老师 对不起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可以吗 还是后面 那个 老师上次讲到那个 就是说 朱行坚持子习的时候 用了说话来做一个例子 就是怎么样 缓冲这个进去 这个冲进去说话那个冲动 还有说话时候的冲动 我想老师可不可以用这个念头 想念头 这个来这样子分析 剖析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 那个 那个不是很能够体会怎么样 就是朱行坚持子习 用在那个想念头上面 举一个例子来讲 以前我在看电影 我在看电视剧 我明明知道这是烂片 我看得很不舒服 然后觉得这个内容很很差劲 然后你看到前面它那么差劲 你就知道说这个编剧 它是没有深度的 所以我继续看下去的话 也没有什么娱乐价值 对我也没有什么增上 可是呢 因为已经开始看了 所以你不愿意停下 你要啊 我要知道它是怎么结局的 然后 可是你随着禅修之后 你会越来越发现到说 其实那个编剧编的多么好 那都是编出来的 就像我们心里面的那些故事情节 它都是编出来的 所以它有多大的意义 你真的那么在乎 那个人家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 你对这个东西看清楚了之后 你看电影 你看到一半 看到前面一点点 你发现它是烂片 我不需要知道它的终结的 我不需要被带到那个 看到白马王子都一起幸福的 走到那个夕阳里面 然后我才愿意把那个电视关下来 那个导演 那个编剧 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停 我才停 我不用这个样子 对不对 同样的 你心里面的念头也是这个样子 你很多时候 你想那个事情 它有一个惯性 我一定要想到有一个完结篇 想到有一个closure 有一个finale 那美国人很爱讲什么什么closure 其实事件上哪里有什么真正的closure 是不是 所以你要知道说 什么时候可以抽离 什么时候可以简化 然后这里面有好多层次可以讲的 你有的时候好 你可能你不愿意抽离 你也不愿意简化 因为这个 你思考这个事情是跟你眼前 你该做的事有关联的 你必须要继续想这个事 那么你想这个事情 你的那个 你光是去留意说你想这个事情 你多用力的想 你能不能够不要耗费多余的力气去想 你甚至你光是去留意一下 我会不会不要皱着眉头想这个事情 那个飘出来的那个念头 它的力道 还有它的那个氛围 感觉都不一样了 是不是 那个都是一种族形窒息 起码它是一种趋向窒息的 然后再 老师请说 没关系 你可以先说 我就是想说 那是那个粗离 它好像那个念头 然后你就 就是说瞬间 那个形是瓦解的 不是 就是说 感觉上它不是这样 这样子 箭刺止息的 就是 如果你一抽离 那个 那个就 就没有了 它有可能是 可以箭刺止息的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尤其是 你的状况还不稳定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用念头来帮助你 这个叫有寻有四 禅定 对不对 然后 那个 一开始的时候 你心里面 处理的时候 好 跟禅修无关念头 我都要去掉 我只留 那跟禅修有关念头 那些念头包括什么 我提醒我自己 脸部表情要怎么放松 我提醒我自己怎么样 内心是要有警觉的 要高度清醒的 我提醒我自己 这个技巧要怎么使用 有这样的这个念头 然后慢慢的 你开始进入到更好的状况 那个念头才越变越稀薄 甚至你可以说 好我不用再想念头了 好 同样的你如果看那个 像中部的经典 佛图他讲 他自己修道的 那个阶段 他说他一开始修行的时候 他先把他自己的念头 分成两个部分 有用的跟没有用的 有害的跟没有害的 他分成这两个部分 然后他下定决心说 有害的 没有用的我都不要想 有用的 无害的我才想 那做了这个阶段 那第二阶段是 他发现到他一直想着好的念头 有用的 无害的念头 他会累 所以他练习把那个 有用的 无害的念头 把他吸薄 变得吸薄 然后最后把他放下 这是他修行第二阶段 然后当然 你有可能 用特殊的技巧 你可以是从 有念头 忽然间变到没有念头 那也很好嘛 你可以看嘛 看你需不需要 有的时候 你虽然没有念头 你还刻意的要 起一个念头来 引导你自己 像有的时候 你在静坐的时候 有个很舒适 没有念头 没有杂念 可是你发现到什么 你发现到你的心神恍惚的 你的这个安示感是建立在 你牺牲掉了 你的政治正念的前提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发 提醒我自己 我这个时候该做什么 我应该留意什么 你这个时候是用声音 你用自我的对话 把你自己从一个 混沌的状况中 拉起来 这个念头 当然是有用的 嗯 好 非常感谢老师 OK 好 朱老师您好 是这样 就是我刚刚听了您讲的 那个开明台和保守派 那个政治比喻的 那个例子 我就突然觉得很 谢谢 然后我就觉得 确实是这样 就是我们世间上 很多事情 其实是很难用一个 非常固定的一个 模式 或者一个框架来衡量 对 看到很多事情 其实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他可能这样做 这些决定变好 会有这样的坏处 或者说做的事情 会有 那我知道这般这样好 但是我客观条件制约 我不能去这样做 那么 但是我会突然发现 如果你如果 去纠结于这种想 就是去拼命要去找一条 最好的方法的时候 就会 就会 那后来就会没有办法 去做一个决定出来 对 就是 去顺应一个 就第一念 第一个直觉 反而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 就是 与其讲说 第一念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念 它是可能是愚蠢的 可能是被 无名完全污染的 是不是 另外一种讲 讲法是说 佛陀的教育 从来就不是一种 意识形态 它不是要你 接受一些 预设的立场 佛陀它的教育 它是要启发你 一种能够 鉴别品质 所谓鉴别品质 就是知道什么是苦 什么是苦的出离 知道你的那个动作 它的效应是什么 然后这样的这个过程呢 你在很多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讲说 这个就是百分之百 绝对的对的 你这个过程里面 往往是要通过 佛陀他所讲的 极灭未换离的揣摩 你要看 这样的这个动作 它有它的效应 可是它有它的副作用 这样子的动作 它有它这样的好处 可是你要付出的代价 包括你这样的用力的方法 包括它造成的 这样程度的干扰 包括它造成别人那样子的干扰 等等的 你如果从这样这个角度来了解 你就知道为什么说 佛陀他 他教的这个技巧 他常常把它形容为 是一种工艺 把它形容为一种工巧 有点像是在做陶瓷 有点像是在煮饭 有点像是在做圆艺 有点像是在做圆艺 有点像是 他这里面是在琢磨 他这里面是在调整 他这里面并不是在跟你讲说 无我是真理 有我是错的 一般的世人都误会了佛法 还在讲什么 就在以为说 你怎么判定佛法 判定佛法的方式就是 如果是讲无我的 那就是佛法 讲有我的 那就不是佛法 那就是外道 原始佛经 从来不是这样子讲的 相反过来 佛法他有讲到说 佛法还有一些决定性的特质 因为特质 它也不是跟意识形态有关联的东西 佛法讲说 佛法的其中一个特质 是知足 是扫欲 然后这个东西它是一个open-ended 的一个criterium 它要去琢磨的 然后这个会随着你的境界的提升 你对它的那个质地的感受会不一样的 是我有点体会 就是我感觉一个心态更平静 或者贪嗔痴的念头更少的时候 你这个反映出来的一个念头就会 就特别好 对 我们讲的第一点 就如果我的心很乱 然后我有很多或者 我们都是有很强的一个执着心的时候 这个做出来的决定就会乱七八糟 所以我就在想这里 所以其中和我们平时的这个锻炼 是不是有一个 对 然后你如果讲说不要有贪嗔痴 这个条件可能定太高了 哈哈 没有贪嗔痴的话就是阿罗汉的境界 就是佛陀境界 所以佛陀他会比较见识的讲 他会说好 我们还 我们这个阶段可能做不到说 没有贪嗔痴 那我们如果要让我们的念头 它是比较好的 像你刚刚所说的 我们要怎么样让那个念头变得是 比较可靠的 比较高品质的 你一定要去除掉某一种心形 某一种烦恼 然后最初的是什么 最初的就是贪忧嘛 然后你可以再更进一步 贪忧你一个程度掌握 你懂得把它怎么样 搁置到一边 然后你可以进一步的 把五概去除掉 然后你如果五概它能够降伏 或者它是缓解的状况之中 我们起的念头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引申出我今天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那是不是我们平时的禅修 就是要让心去习惯 这样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态 然后在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可以自然而然就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对对对 然后多方位的习惯 这个习惯就是包括你要先 越来越认识什么是好的状态 因为大部分人他可能也 什么叫好他都不知道 他有的时候经历到好 他也不知道那个叫好 要认识 要熟悉 然后要对他产生信心 要对他雀跃 要知道怎么样把它细致化 但是就各种角度的 全方位的净化自己的内心 然后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但是这个训练这个心这个过程 我其实还是比较确定的 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 就是以前我喜欢想太多 就像就是刚刚那个同学 其实跟我的问题以前差不多 就是会想怎么样做的更好 怎么样做的不好 然后我突然发现如果把关注力放到 怎么把心态调整平和的时候 他那个心自然而然 会去做出一个决定出来 我就不知道那个自然而然的 那个决定是怎么出来的 好像有点不思议的感觉 是然后越熟悉这样的状况 你越有信心 然后可能就越不需要去探索 他的形而上的激转 好像你如果把那个心禁锢好的的话 他也会让你的福报变大 让你的境遇 让你人生的境遇 容易往吉祥的那个方向发展 然后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去探索说 有的人要他辩论说 这个一定是一种业力 哪一种形式的呈现 还是这是纯粹的心理 这都没有关系的 重点就是说 你如果你一直把你内在照顾好 你自然而然有那一种 容易化险为夷的能力 容易能够在福报之中 找到更大的增上的那种能力 容易的在灾难之中 还是能够得到提升 然后能够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这样的那个潜力 你只要一直照顾好你的心 你就能够这样子 然后其他的那些外在 有的人要跟你讲 你要做什么宗教行为 你才能消夜什么 在你那种笃定清醒的心境看来 那个都是一种赐料 甚至是一种让你分心 无关紧要的东西了 是 就是我最 朱老师刚刚讲的话 就是我最近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体会 谢谢 非常好 嗯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 就到这为止了 我们下回 下回 下回 好谢谢老师 拜拜 有点赞 我说 啊 我给你家 你 要让你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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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杯 那